大家好,我是epixia 今天要带给各位的是历史上的明朝 那么我们开始吧 明朝常见的说法是有16位皇帝 但如果你想要算上明朝被追逝和追尊的6位皇帝 以及南明当中4位称帝和8位被追逝的皇帝 那么总共加起来将会有34位皇帝 明朝从1368年建国到1644年灭亡 常见的说法是存在了276年 但如果你想要算上南明政权存在的时间 直到其最后一位皇帝为止 排除明镇时期 那么明朝总共存在了294年 明朝在刚建立的时候 领土面积大约在100万平方公里左右 后来随着在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的不断征伐下 明朝在巅峰时期的领土面积大约在1000万平方公里左右 但明朝在中期因土木堡之变和外敌入侵 常规领土面积维持在700万平方公里左右 明朝后期 随着后京崛起以及国内不断的叛乱 领土面积只能维持在350万平方公里左右 南明刚建立的时候 领土面积大约在250万平方公里左右 随后在与清朝交战的过程中 领土面积只能维持在50到100万平方公里左右 元朝末年因为元朝内部的权力争斗造成国内局势动荡 又加上各种贪官的腐败 重税和天灾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许多的苦难 活不下去的人们决定起义造反 其中有一个人名叫朱元璋 他出生于贫困家庭 做过放牛娃也当过和尚 公元1351年起义爆发后 朱元璋受到好友的邀请加入了一个名叫红金军的反元势力 朱元璋加入红金军后 因勇敢善战自己升官了还善待士族 很快就得到了红金军高层元帅的赏识 还娶了一个妻子 后来因为红金军内部纷争不断 朱元璋就决定离开 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小目标 建立起一只自己的力量来创业 在这过程中 披荆斩棘招募到各种各样的文武人才 从1364年到1367年间 相继消灭陈有亮 张世晨 方国珍等割据势力 于1364年成为吴王 1367年的时候 超额地完成了自己的小目标 并且开始派遣军队北伐 公元1368年 朱元璋以应天府为国都 称帝建国 国号大明 年号洪武 同一年攻克元大都 随后又夺回了燕云十六州 中原大帝也回到了汉族王朝的手中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 无比的勤政和节俭 在政治制度上进行大幅度的改革 废除中枢省也不再设立丞相 清理功臣 权臣和贪官 对百姓减轻赋税 鼓励农丧 新修水利 举办科举 以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来恢复社会生产 史称洪武之治 在军事上进一步的攻占四川 云南等地的割据势力 八次北伐北援 并且取得了大部分的胜利 公元1398年驾崩 因朱元璋在位期间 太子比朱元璋先死 朱元璋就立了太子的儿子朱允文为继承人 于公元1398年继位 也就是建文帝 明慧宗 执政期间删改了明太祖朱元璋一些十分严酷的法律 与此同时 在继位后就开始着手宣番 简短的来说 就是明太祖在位期间 为了抵御外敌和国家稳定 分封了25个藩王来镇守全国各地 这些藩王手握大权和军队 建文帝继位后 想要加强中央 就决定削弱和废除这些藩王 一年之内连续废除了五个封番 在建文帝继位的第二年 公元1399年 燕王朱棣因为不想被废 就打着清军策 禁国难的旗号起兵造反 实称禁难之意 经过了三年的战争 最终获胜 而建文帝下落不明 燕王朱棣于公元1402年称帝 改年号为永乐 既是明成祖 也是明太宗 明成祖在位期间 在政治上先是为了稳定局面 而恢复了一些藩王 当局面稳固后 便开始削藩加强皇权 清除忠于建文帝的官员 设立东厂和恢复锦衣卫 等监察机构 完善了官员制度 形成了内阁的雏形 于公元1421年迁都至北京 在军事上五次北伐 进一步地削弱蒙古势力 收复安南 并且在东北 西南等地 设立了管理司 扩大了明朝的版图 在经济上开通运河 来保证京城的粮食 和促进南北交流 文化上编修了永乐大典 外交上派遣正和下西洋 与各国进行来往 加大明朝的影响力 因明成祖在位期间 明朝国力强盛 史称永乐盛世 于公元1424年驾崩 明成祖死后 明仁宗诸高赤继位 在位期间 明仁宗改组内阁 废除攻刑 停止下西洋和减免赴税 开始与明休息 使得明朝进入一个稳定的时期 明仁宗还将建文帝时期的一些旧臣 赦免和平反 明仁宗对科举制度 也做出了一定的改革 将取众的比例 设南方为六十 北方为四十 来保证朝堂中会有南北各方的人才 在位十个月后驾崩 明仁宗死后 明宣宗朱瞻基继位 在位期间 先是加强皇权削藩 平定皇叔朱高旭的叛乱 重用贤臣 并且实施安民的人证 亲自询问和了解农耕的情况 免除受到灾害地区的赋税 派出检察官员 去尝试清除军队的腐败 明仁宗设立了内书堂 来教导宦官读书认字 为日后太监乱阵埋下了隐患 在军事上 安南反叛 但宣宗认为国家现在需要休养生息 所以便册封了安南国王 在外交上 明仁宗再次派遣船队下西洋 明仁宗和明仁宗的在位期间 天下安定 百姓安居乐业 万国来朝 史称人宣之至 明仁宗于公元1435年驾崩 明仁宗死后 年仅九岁的明仁宗朱祁镇继位 在位前期 英年幼儿国家大事 皆由皇太后和大臣们来管理 可随着皇太后 和有能力的贤臣死去后 开始主政的明仁宗 却宠幸宦官王振 王振开始专权 公元1449年 北方的瓦拉南下 明仁宗在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征 随后又在王振的瞎折腾和乱指挥下 明军大败 王振被明军大将杀死 明仁宗被俘 护驾的五十多名大臣全部战死 史称土木之变 在面临着国内没有皇帝 境外又有强敌 携皇帝为人质的情况下 明代宗朱祁玉 在兵部侍郎于谦的拥戴下 于公元1449年登位 在位期间 先是铲除了王振同党 立明英宗的儿子为太子 瓦拉也再度进攻明朝 明代宗任命于谦 进行北京保卫战 通过了三个月的激战后 瓦拉军退去 明朝转危为安 明代宗执政期间 开始减少宫廷的开支 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 治理水患 整顿军队 编修还宇通智 来记载明代各地的郡民 山川 风俗 古迹等等 公元1450年 明英宗被瓦拉释放 回到了北京 却被软禁了起来 直到七年后 公元1457年 一群大臣 乘着明代宗病重 率军入城 扁明代宗为成王 不久后去世 明英宗再次成为皇帝 史称夺门之变 再次成为皇帝的明英宗 在大臣的怂恿下 杀了于谦 和于谦所推荐的文武官员 随后 又因忍受不了 帮助他复辟的大臣 结党营私 干预朝政 甚至谋反 而杀死了这些大臣 执政晚年 任命李贤等能成治国 并且废除了公非殉葬的制度 在为七年后驾崩 公元1464年 明宪宗朱建申继位 在为前期 为于谦平反 阻止了奸臣要杀死李贤的阴谋 平定京乡 广西 四川等地的叛乱和乱贼 随后安抚流民 用户籍的形式 将其固定在当地 解决了自元代以来 一直困扰中央政府的 京乡流民的问题 执政中期 设立了职权更大的西场 供皇家享乐的皇庄 和传奉官 使得朝纲败坏 于公元1487年驾崩 明宪宗死后 明孝宗朱又臣继位 在位期间 节俭秦政 消除水患 清除了明宪宗时期的奸臣和权患 节制锦衣卫和东厂的权利 公元1502年 编程大明会典 废除了大明律里面严酷的法令 明朝的人口也在他执政期间 从5000万增长到了6000万 百姓们安居乐业 军事上 数次得到哈密 失去 随后又收复 同时失去了小部分的核套地区 执政晚期 因身体不好开始宠幸宦官李广 但很快醒悟了过来 进一步的整治朝堂 于公元1505年驾崩 明孝宗死后 明武宗诸后照继位 执政期间虽然宠幸宦官 爱出宫游玩 修建报房来细细玩乐 但当国内出现叛乱的时候 却以雷霆之势平定了叛乱 公元1517年 当蒙古王子率兵来袭 明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诸寿 亲自出征击退了敌军 还夺回了核套地区 在公元1521年驾崩 因为明武宗没有子嗣 就传位给了自己的堂弟 也就是明侍宗 家境帝诸后聪 在位期间 先是通过三年的大礼仪 来掌握大权 扫清权换 加深了对宦官的管理 以防宦官乱阵 完善内阁制度 推行改革 军事上 再次被蒙古势力夺走了核套地区 明朝的东南沿海地区 也出现了倭寇 随着契机光等大将的努力下 成功地击退了倭寇的侵扰 家境帝执政中期 开始迷信道教 因为追求长生不老 听闻喝甘露 可以延年益寿 所以命令宫女们凌晨去采集甘露 很多宫女因疲倦而病倒 公元1542年 数十名宫女 趁着家境帝熟睡的时候 想要勒死家境帝 幸运的是 一个胆小的宫女 报告给了方皇后 皇后救下了家境帝 史称人淫公辩 在迷信道教的同时 任命奸臣 阎松 治国二十年 朝纲败坏 祸国殃民 许多中粮遭到了迫害 国内也发生过一些叛乱 但很快都被平定 家境帝晚年的时候 开始疏远阎松 重新启用贤粮 下令归还百姓 被侵占的明田 尝试将国家拉回正轨 家境帝于公元1567年驾崩 家境帝死后 明目宗诸宰后继位 在位期间启用张居镇等大臣进行改革和整顿朝堂 查清贪污 抑制土地兼并 将家境帝的宠臣和方氏都杀死 释放海瑞等中粮 不过内阁的不和谐以及党征 也是从明目宗时期开始的 经济上 明目宗解除了海境 使得民间海外贸易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展 军事上 启用名将七级光 拱为东北边防 在公元1570年的时候 和达达达成了户士合议 并且册封达达的首领为顺义王 缓解了明朝和北方蒙古势力的矛盾 从此之后 双方再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公元1572年的时候 明目宗驾崩 明目宗死后 十岁的明神宗 朱义军继位 也就是万历皇帝 继位后 在一阵内阁的纷争和争斗之后 张居镇脱颖而出 在张居镇的帮助下 进行新政和改革 提高朝廷的行政效率 推广一条边法 简化税制 增加税收 仗轻全国的田母 军事上 平定了宁夏和波州的叛乱 帮助朝鲜抵御了 日本封臣秀吉的入侵 史称万历三大争 执政中后期 设立监矿税 因张居镇去世 各种党争 以及立太子仪式 而导致明神宗 对于李政失去兴趣 同时 明朝北边 诺尔哈赤迅速崛起 建立后京 在公元1619年的 萨尔虎之战 大败明军 一年后 明神宗驾崩 公元1620年 明光宗朱长洛继位 执政期间 先是废除矿税 又给边军发百万军饷 来犒劳军事 因综于过度 服用丹药 在位一个月不到就驾崩 明西宗朱优孝继位 在位期间 为张居镇平反 党争加剧 因明西宗喜欢自己 动手做木工 宦官 魏忠贤就专门挑明西宗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去汇报 明西宗不耐烦 就让魏忠贤去处理 宦官魏忠贤 便开始专权 公元1626年 京师附近的兵工厂 发生了大爆炸 造成了两万人的死伤 同一年 各种天灾大水一起发生 军事上 袁崇焕在宁远 用大炮击败了努尔哈赤 史称宁远大劫 同时国内也发生了 各种起义 但都被平定了下去 即便如此 朝廷内外也还是危机四伏 百姓民不聊生 明西宗于公元162 基年因玩耍落水后 得了重病 随后又服用仙药 童年驾崩 传为给自己的弟弟 朱有俭 也就是明司宗 崇祯帝 在位期间 先是铲除了魏忠贤和燕党 节俭和秦玉镇时 六下最己诏 可惜 自崇祯刚继位的第一年起 国内就爆发了各种叛乱 天灾和饥荒 官员贪污腐败 崇祯本人 也是个用人存疑 摇摆不定的人 到了公元1640年的时候 瘟疫爆发 军事上为了剿灭叛乱和流寇 派出过许多有能力的将领 数次将起义的李自成逼入绝境 但因崇祯帝频繁更换将领 使得李自成逃出升天 继续发展 同一时间 北方的后京也在不断的入侵 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奸计 而杀了镇守北方的大将袁崇焕 公元1644年 李自成的势力越来越大 开始围攻京城 崇祯帝自杀而亡 崇祯死后 明安宗朱游松在南京登位 也就是洪光帝 国号依然是明 史称南明 在位期间只顾着喝酒纵乐 在位八个月后 南京城破 兵败被俘 洪光帝死后 明少宗朱玉建登位 也就是龙武帝 在位期间尝试消除党争 兴起百姓 联合农民起义军一起抗侵 可惜的是 明少宗被拥立他成帝的正式家族所架空 下令北伐却得不到支持 并且傲慢无上 同一时间 鲁王朱一海也以监国的名义 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为了得到正统的地位 而攻打龙武帝 龙武帝在位一年后 公元1646年 清军入侵被俘 绝食而亡 鲁王朱一海也在屡战屡败后 依附了正成功 取消了监国 龙武帝死后 龙武帝的弟弟 明文宗朱玉玉继位 也就是少武帝 同一年朱游郎也称帝 也就是明昭宗永利帝 少武帝在位期间 和永利帝的政权 打了一仗互有胜负 到了第二年 清军入侵 因为内奸引军入城 执政一个月的少武帝死去 永利帝成为唯一的皇帝 永利帝在位期间 先是尝试反攻 失败后逃入缅甸 公元1662年 被缅甸王献给了清军 随后被绞死 南明灭亡 拜拜